又是一个礼拜五 到了晚上 台湾新生轮到今天于牧民 来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今天特别想 从另外一个形态来表达 大家听到我说话呢 都认为我是个谈政治的 那么好像不知道 我另外的一个阴面 所以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表达我自己 这个外面纷纷牢牢 所以常常很多人碰到我呢 也跟着握着手 说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都很忧郁 都很苦梦 这个社会 这个政府 这样的无法无天 所以大家心情上都是不是很好 那么有的人看到我说 你这个年龄啊 身体还保健的不错嘛 保养的不错 那么有没有什么保养的方法 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 但是呢 一个人的这个保养啊 不是单单只是看生理 不是看看身体 哎呀很魁梧啊 身体很棒啊 肌肉很好啊 这些 一个人除了生理以外呢 更重要的是心理 所以我建议大家 很多事情虽然外面纷纷牢牢 但是说实在我们一个人唯一渺小的很 天塌下来我们能顶得起来吗 很多的国家大事也好 很多的公这个自己家庭的事情也好 不是每一个人一个人所能够去挽救的 那么每天看到这些听到这些很烦恼 不错 回到家里 因为个人的事业也好 个人的学业也好 很烦恼的时候呢 常常睡不好 一个人假设晚上睡不好 容易失眠的话 他第二天精神当然不会好 所以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保持的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心胸要开阔 很多事情能够包容别人就包容 能够看开就看开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很多事情当你看开以后啊 你会会豁然 豁然开阔了 我今天要给大家举个例呢 就涉及到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的 很多外国人其实真正并不了解中华文化 这个中华文化的特质啊 有一个是逻辑概念 它是有小而大也好 有大而小 这个逻辑概念表达的 它是一个层次的 所以中国的诗词我们用七言诗来说 七言诗诗句二十八个字 这二十个八个字呢 你把它写成一首诗 但是看到这首诗的人 他去体会这首诗的意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淫诗的人 他本身的对文学上诗词的了解 假设他深刻的话 他读了这首诗以后啊 他的意境是比较深入的 也就是层次比较远的 但是假设一般性的程度的 看了这首诗了 那可以从字面上去了解这首诗的 它的意义 我个人当然不是文学方面的 不是念这个中国的这个诗词这些 我对这方面并没有这个专长 但是呢 总是看到过去唐诗三百首啊 小时候也背啊 总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诗啊 实在太微妙了 二十八个字 不同的排列组合 它可能就代表不同的意境 有一天晚上啊 因为我通常晚上睡的十一点钟 比如十一点钟睡 半夜都会起 半夜夜起啊 因为年纪大了嘛 那起来 回去 倒头就睡了 但是一般的在半夜啊 四五点钟 再倒到床上去 不会马上睡着 不会马上 有时候呢 因为白天事情很多 所以十一点钟睡到四五点了 然后再躺在那里啊 就想想今天有些什么事 啊 那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呢 就会似睡非睡 那我有一天呢 半夜啊 差不多四五点钟左右了 四点 四点到五点之间 上了洗手间 再倒到床上 就一下吧 没有睡着 没有睡着呢 就在想事情 想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想事情不对 那我就 就自己啊 就在想啊 这个夜深人静 梦醒了 那么很多事情 我自己有什么感想 我就一面向下睡 一面呢 就在去做了一首打游丝 打游丝 坐坐坐打游丝啊 慢慢慢慢 又睡着了 又睡着了 所以 似睡非睡之间 我就把这个二十八个字啊 就记起来了 然后 心里想 等一下醒过来 这个二十八字忘记怎么办呢 就 开了个小小的电 手电筒的灯 怕吵了 另一半 就 把这个诗啊 稍微记一下 记一下呢 这首打游丝 当然只是 呃半夜啊 四睡非睡的时候 呃做的 你说真正要去给大家欣赏 那打构格呢 可是这个打游丝是表达我自己的一个当时的情景 那当时情景呢是一种梦回 呃 半夜起来 梦醒啦 啊 然后要再入睡 这个中间啊 是 像在 这个过程 啊 等到想了一些事情以后啊 啊 又进入梦 梦 梦乡里边 所以这个二十八个字呢 我当时这个打游丝啊 写的啊 啊 请大家参考一下啊 啊 这个 夜深人静 梦醒时 啊 多少烦恼 永心疼 啊 我想我把我那个感觉啊 当时记起来了啊 啊 那个用口语话 啊 管他难易 终虚解 抽丝薄解 献周公 啊 我想这个假设意 这个平平折折 那是不合的啦 啊 可是多少把我 那个时候的一个感觉 是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是一个二十八个字的打游丝啊 那么今天为什么摆在这里呢 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啊 就是中国的诗词啊 我们年轻朋友们有机会好好多去欣赏 你诗看得越多 你对自己的训练 包括养生啊 都会有帮助的啊 那么我们一般水准的 就随随便便的啊 那个写了一首打游丝啊 可是我等到第二天起来 我觉得我这样的啊 那不够的 因为借这个机会呢 我就请教啊 会写诗的人 懂得平平折折啊 这些道理的啊 我就去请教他们啊 那么有一位写诗的这个朋友呢 就把我这个打游丝啊 转给他另外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呢 看了以后 就把这个 我的打游丝啊 就改了一下 不需要改很多 所以28个字排列组合 就改几个字啊 什么就可能 他的意境完全不一样 改了以后啊 各位可以看了 第一句 不变 夜深人静梦醒时 第二句 我当时写 多少烦恼 他为平折的关系 多少陈凡 潮不离 啊 那个思潮没有离开 多少都 这个 陈凡 陈间的烦恼 潮不离 且管 易难 获得解 就 不需要管他 容易还是难的 这个困惑 这个答案 终需要解 抽丝薄茧 达成熙 那么 他当时没有体会到 我的意境 我那个朋友传给他呢 他是觉得 哦 这样一下的抽丝薄茧 慢慢慢慢啊 太阳就开始 晨熙出来了 就 亮了 天亮了 那跟我原意呢 就有点不同 所以 我那个朋友自己呢 又把它改了一下 也不改几个字 也不改多 第一句话还是 那么 他的陈凡呢 他用陈牢 迎不离 那 且管易难 获得解 也没有改 也没有改 最后一句呢 改了 他的成熙 那达成熙啊 就是到了天亮了 那个意思跟我原意不太一样 我的原意呢 是慢慢慢慢啊 在想啦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啊 抽丝薄茧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又进入梦乡 所以周公又出现了 那么这个叫梦回 那么 他改了这个熙仪啊 这个呢 跟我原意啊 很配合的 因为 在老子当时说的啦 听而不闻 是叫做明月昔 视而不见 明月疑 所以 昔仪两个字呢 基本上 就进入 虚无缥缈的 那种玄境 当中 所以这个 昔仪的意思就是 想想想想 解决很多办法的这些 慢慢慢慢又进入 那个虚无缥缈的 那个梦想当中了 梦想当中 所以 我用这个例子来举啊 就是 那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呢 最后 我们 彼此也就交换意见啊 最后 也不是 刚才我给大家念了三章 就是把这个三章这里边的呢 把它 再少为 三个 把它调整一下 就是后面两个的修改 又综合一下 就变成最后的 这个答案了 那 讲这些啊 就是告诉大家 中华文化的奥妙 是在于 它是有层次感的 它是有逻辑性的 所以 二十八个字 不同的字的运用 它有不同的意境 所以 最后呢 因为 他们打 就是帮我打这三章字 那最后那个 改了最后 到底用哪一个呢 我就自己啊 刚才 匆匆忙忙在那里 用毛笔写了 这个 夜深人静梦醒时 多少成凡 朝不离 且管一难获得解 抽丝薄茧 显西夷 那么从梦醒了 又回到梦里边去 那整个过程 基本上这段时间 我是似睡非睡 那么最后呢 还是睡着的 所以每天的睡眠上 只有一点点的 一段时间 在那里思考一下 今天早上 起来以后 有些什么事情要做 我常常是在凌晨的思潮 对我是最有用的 很多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这个原则性的决定啊 通常都是五六点钟 这个时间去思考 那么等到想完了 又进入梦想了 梦想里边了啊 那我就等于又睡着了 那么就六点钟又睡着 又可以睡了一个小时 到七点钟 或者到七点半 这样那从十一点 这样入睡 到了七点钟 也就八个小时 所以对我这个年龄的养生呢 说实在 重要的不是每天呢 像我这年龄再去练肌肉了 那不需要 那么反而呢 会增加自己的负担 那像我这个年龄 最好的方式 尽量的多走动 多走动 那么在脑袋里面呢 尽量的多去思考 不要让它生锈了 不要让它什么都不记得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我现在每天14个工作小时里边 有些呢 时间几乎都在看东西 过去呢 常常看报纸啊 或者以前看书 现在是看手机 那么报纸还是照样看 那么很多的这些文章啊 有值得的 那我们应该去努力的去追求学问 这个有人说了 哎呀 年纪大了退化了 不用担心 年纪虽然大了一点 可是你天天在用脑的 天天在思考问题 天天去思考解决方法 是不容易很快的老年痴呆的 那么今天我用不同的形态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于无名啊 是个斗鸡也好 是一个政治人物 每天呢 是在那里 天天在斗来斗去 其实我没那么大兴趣 我们的斗是被斗的 被斗所以我们常常被动的要反击 那并不表示我本身是这样的 那在台湾新生 过去啊 我在直播的时候 谈的一些多多少少是政治性的 今天呢 换一个方式 我不晓得这样 对于直播的效果如何 我不知道 我不能为了说效果 我不去求多样化 我也必须要尝试一下 换一个面貌 来谈谈 说中华文化 我自己的理解 自己欣赏的文化的诗里边 让我感觉到的 二十八个字 不同的字词 不同的用词 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对西方的诗啊 可能我们对外国语言的 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不了解人家的奥妙 可是我们自己的诗词呢 我们应该作为一个中华儿女 应该要多用点心去了解它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能够不断的传承下来 很多的都可以被记录的 被报道出来的 那么诗来讲的话 那个七言诗 那么我今天就一个比喻 我们不要去那么深奥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会写诗 没有必要 每个人有生活方式 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那不会去懂得平平折折的话 就写个打油诗 把你心中的这个心情 把它抒发出来 那个诗呢 其实跟唱歌一样嘛 有的歌很好听啊 像新党的《大地一声雷》 谭建长小轩 他们一个诗 一个词一个曲 那这就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听得好听 这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歌曲 大家很口语化的 就把它唱出来 那就是把那种感情给抒发出来 那晚上半夜醒过来 假设你有兴趣 也不妨练练看 试试看 但是千万不要 一想了以后睡不着了 那反而睡眠不够了 那这还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在这里再一次的祝福 所有的朋友们 在纷纷老老的 多少烦恼的 多少陈烦的 这个环境里边 我们要沉得住气 我们要看得开 因为我们还要活下去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